大家好,欢迎收听致富打人 今天是1月24号 今天礼拜三 礼拜三的行情相对的就是为了结算 为了结算,你要记得 为了结算,一定要遵守外资想要做的方向 还记得吧,周董发明了外资密码表 这个密码表就是告诉周董1月4W 也就是今天要结算的周选择权 外资想要怎么做 昨天我们在上礼拜五留仓的1月4W 17600的call 最低买到75,那一路报折 从75一路报到今天338附近 我们决定除掉 好,接着我星期一的时候又做了一个新单 1月4W 17800的call 最低买到38点 最高今天也出到138点左右 好,那1月4W呢 17850的call 昨天才买的 最低买到26点 好,那最高大概出到80到90点附近 好,那相对的 我们呢 17600的call赚3.5倍 17800的call赚2.6倍 17850的call赚2.5倍 好,那周董这边讲赚多少倍 都是按照我们的净利率 也就是我已经扣掉了成本 好,那大家听好 我们1万块买进了17600的call 可以赚3万5千块 是净赚的 那17800的call 1万块买进可以赚2.6万 也是净赚的 17850的call呢 我们1万块买进 净赚2万5千块 都在呢 今天的获利入贷 好,那你听我问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呢 这个call要一路的抱着 然后 然后到今天呢 相对高价 还知道要走 好,那周董呢 这边仔细的讲 今天呢 就教学这个好了 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讲 我说呢 我发现了多空呢 已经逆转了 当我发现的时候呢 指数在17550左右 那很多人想说 那17200没买啊 300没买啊 400没买啊 500没买啊 你到17550再翻多 来得及吗 那周董呢 告诉大家 我说呢 如果你呢 你把期货跟选择权 当做数学 来做计算的话 数学呢 没有告诉你 什么来不来得及的问题 数学呢 只是告诉你 现在是多或空的问题 那明明呢 已经由空转多了 那怎么知道 由空转多了 我讲过嘛 十日线就是数学 你可以看呢 我们的现货呢 在1月19号星期五的时候 它的确呢 已经站上了十日线 既然已经站上了十日线呢 你还需要呢 去怀疑吗 了解吗 不需要怀疑 因为呢 当天的成交量呢 它适时的放大 了解吗 在盘中的时候呢 我就有看到 它的成交量呢 直接大过 1月17号 跌185 还记得吧 1月17号的时候呢 成交呢 3915亿 了解吗 然后呢 中错了185点 这个量呢 在盘中的时候 我就发现会过 发现会过 那果然呢 收盘呢 来到了4385亿 1月19号 大涨了453点 那那天呢 也刚好过 我们的十日线 那既然呢 量 也够 那也过了 我们的十日线 我讲过嘛 数学呢 只会告诉你 现在方向在哪里 它不会呢 跟你讲 现在呢 来不来得及 也就是呢 你自己要知道 方向已经变了 当天的十日线呢 是在17459 而呢 一开盘呢 就是17546 我讲的是现货啦 那收盘呢 收到最高点 17682 所以呢 当天呢 当我发现 这个量是够的 而且呢 已经站上了十日线了 了解吗 那那个指数呢 是17550 我就决定 请会员 全部买多单 All in 好 那请会员呢 买多单呢 买在17550过后 那一天的晚上 夜盘 它就涨到 17 好记得啊 17750左右 17756 那涨到17756呢 1月49号当天的夜盘 它又跌回来 跌回来呢 17650 那跌回来17650呢 周董呢 还请另外一组 做期货的会员 再加码 再加码 买进 买进 我呢 告诉那个会员说 17670以下 再买 All in 好 那这两组呢 都已经上车了 对不对 一个呢 买在17550 一个再买在 17670 都上车了 那上车过后呢 我也告诉大家 我呢 当天呢 1月19号当天 买了1760 最低买到75 对不对 也顺势的抓到了 当我抓到了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呢 夜盘呢 上下100点 先冲到17 756 再跌到17650 我都不为所动 因为呢 已经很明显的 看得出来 它就是一个大多头 什么样大多头 因为呢 这根K线啊 就很像 11月2号的 那根K线 有没有看到 带量 而且是长红 而且是突破 十日线 还记得呢 我11月2号呢 怎么带你 一路赚到 179000吗 我就讲 多头只有四个字 绿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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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吗 所以呢 任何在盘中 拉回震荡 从11月2号 我就说 拉回就是买 就是买 就是买 分批买 跌100点买 跌200点买 跌300点也要买 买了以后 它会履创新高 了解吗 那既然会履创新高的话呢 等到过高的时候 分批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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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挫 分批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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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过高 分批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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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带你做多 做到17900 我才翻空 那17900翻空呢 我也有证据 因为当时候呢 我把关键价 设在17900 果然呢 17900呢 我设关键价以后 三天 不敢越雷池一步 就直接崩跌到17151啊 这一段呢 我也有做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依照周董的数学 多跟空 他是绝对可以事先看得出来 可是看出来的时候 你要能够跟上 不要呢 还在想说 会怎么样啊 不会怎么样啊 是不是真的啊 是不是假的啊 我说呢 如果你想太多话 你这辈子做不好 其我跟选择权 那周董呢 如何练到 我呢 没有想太多 我就是相信 答案也很简单 因为呢 关键价是我发明的 实现是我发明的 期货的开盘价 是我发明的 既然是我发明的 我这个发明者 就有义务 要遵循我发明的方法 好 那我的发明呢 还不止于此 我的发明呢 还有星期三的 外资密码表 好 那这张外资密码表呢 昨天呢 就告诉周董 这个盘啊 一定会挑战 17900以上 还记得呢 大盘之前的高点吗 大盘之前的高点呢 是不是17956附近 对不对 好 那大盘呢 既然已经创下了之前的高点 那今天呢 会不会想办法去摸一下 摸一下 什么叫摸一下 17956 是信货的高点 而呢 我们的大盘 最近这几天都在屡创新高 你要注意看哦 从1月19号开始就屡创新高了哦 那顾名思义 多头的话呢 礼拜三还会再创高 可是创高呢 会不会过17956 周董呢 跟会员讲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不知道呢 是不是有点赖皮 不会啦 周董都知道呢 会员在想什么 我说呢 我不知道呢 会不会过17956 我只知道呢 今天啊 礼拜三 会有机会来挑战18000点 可是呢 我呢 告诉会员 昨天讲的啦 我不是呢 事后讲 我都是事前一天讲 昨天就讲说 今天信货一开盘 一开盘 一定要 分分秒秒上涨 分分秒秒上涨 什么叫分分秒秒上涨 不管呢 你今天的信货呢 用五分K看 或者用一分K看都可以 了解吗 所谓的分分秒秒上涨 就是 我这一分钟 比上一分钟还要高 而且都是红K 都是红K 都是红K 了解吗 那你一会问 那这样有什么意义 答案也很简单啊 外资密码表 告诉我 今天有拉高的机会 可是呢 能不能结算在相对最高点 就要看呢 我们拉到了固定的 比如说呢 高点 17950点 或18000之后 有没有维持在那个点 那很多人想说 怎么叫维持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啊 你过了18000以后 对不对 下一分钟 还要大于18000 下10分钟 还要大于18000 下30分钟 还要大于18000 听得出来吗 永远大于18000 我就相信你18000 过了 而且站得很稳 那如果呢 小于呢 答案也很简单 数学告诉我们 你过了18000以后 你又守不住18000 就是在偏 就结束了 了解吗 所以呢 会员都知道呢 今天呢 早上现货呢 一路往上涨呢 都可以抱住我们的选择权 也就是我留三个嘛 17600 17800 跟17850 三个call 对不对 一路抱 抱到什么时候 大家呢 把电脑打开 抱到呢 10点左右的时候 这时候呢 他已经上不去了 那你一定会问 怎么上不去了 好 那我教你 我教你 我们呢 不管是用五分K 或者是用一分K 上涨的时候呢 是不是都红K 红K底下呢 是不是有低点 有低点 所以这根红K的低点 连接呢 下一根红K的低点 连接下下 跟红K的低点 这时候呢 低点是不是越来越高 那为什么会越来越高 因为他往上走嘛 所以越来越高嘛 所以低连低连低连低 这是不是有个上升的切线 上升的切线呢 你很清楚看到 他在呢 10点 10点过后 也就是10点 5分 10点10分的时候 就跌破了 就跌破了 那跌破很简单嘛 选择权呢 我们呢 17600的call 的确呢 可以出在338附近 17800的call呢 可以出在138附近 17850的call呢 可以出在80到90点附近 完完全全 获利了解 知道吗 所以呢 周董呢 除了发明了 关键价 时日线 跟 我们的期货开盘价 来锁定现货的方向之外 我也发明了 礼拜三 可以看得出 怎么做 这个方向 怎么知道 要下车的 外资 密码表 因为呢 我以外资为尊啊 我不会呢 礼拜三 自己乱想 那很多人问说 那尾盘杀下的这段呢 有没有做到put 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呢 答案很简单 周董呢 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既然呢 我的call呢 已经流仓了三种 17600的call 赚了3.5倍 17800的call呢 赚了2.6倍 17850的call呢 赚了2.5倍 我就不会再去贪 今天的put 还要赚 了解吗 我就是这么谨慎的人 所以呢 想要我的外资密码表 甚至呢 想要知道呢 我的期货的点位 如何的掌握 还知道吗 还记得吗 我讲过 期货 稳赚的秘密 你知道方向 你做那个方向 就稳赚 知道吗 所以重点在 怎么样找出那个方向 来 今天呢 周董呢 就直接给大家 麻烦呢 大家打电话 022321 9933 022321 9933 好 那明天呢 周董呢 就会回去录影片了 明天见 拜拜